究竟思考失调患者会经历什么阶段呢? 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,先兆期、活跃期和最后康复和残余征壮期 在先兆期的时候,就是大概病发前的数个月甚至数年 某些病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先兆的症状 例如他们的社交生活、学业成绩、工作能力或者心理的状态都会逐渐改变,甚至会倒退 有些患者也会出现一些先兆性的症状,包括失眠 多疑,觉得很难去集中精神在他们的工作或者学习当中 他们的情绪也会有一些困扰,例如会觉得比较低落,又或者会觉得焦虑和紧张 有时有些病者的脾气也会变得非常暴躁 这些症状其实都不是很明显,所以往往也都和其他的一些情况会产生了一些温柔 例如,患者可能有些时候长期处于很紧张,或者是压力很大的情况下都会出现这些症状 所以,很多时候都很难去被察觉或者理解成为先兆期的症状 但是,如果我们发现自己或者身边的亲友出现了这些症状,和维持时间可长的时候,我们都应该要早早去寻求一些帮助 活跃期就是指病者出现了一些比较明显的阳性的症状,例如妄想、幻觉、思想和言语的吻乱 如果亲友出现这些症状,当然就应该是很早地去接受治疗 因为如果可以尽早去接受治疗的时候,一般来说,患者所需要的药物的剂量都会比较少一些 他们的病发症也会比较少一些,最后他们的康复也会比较理想一些 大部分的患者经过治疗之后都可以逐步康复 当然,康复的时间和情况都会因人而异 在康复的过程中,依然都有机会出现一些残疑的症状 例如,某些病者可能会出现一些异性的症状,属于治理,对身边的人或事物 缺乏兴趣或动力,又或者言语比较困惑,觉得失眠或睡眠过多 有时候,他们的情绪也会比较暴彩一些,或者有些奇怪的行为 由于思觉失调这个病,复发的机会都很高 所以当患者进入康复期的时候,我们就要一同去做出准备,好好地去预防复发